影片最后会有抽奖资讯 别错过了哟 大家好我是竹宁 2021年就要过去了 不知道大家有算过 今年自己看了多少韩剧吗? 我自己呢没有算 但我想应该真的不少啦 那今天呢说到了 Friday影音的邀请 要来和大家公布他们平台上的 前十大热门的韩剧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 我们的前十大韩剧是哪几部呢?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今年呢有非常多的慢改剧 那我们这第十名呢也是一部慢改剧 它就是走鬼都市女人们 那其实这部呢 刚播出的时候声量没有很大 但其实播完之后呢 我可以普遍的看到 我的剧评朋友们都是一片的好评 这部呢虽然没有很高的声量 但是呢 其实故事真的很不错 主演呢是由崔石的政跟帝 李善斌、韩善火一起出演的 整个节奏是非常欢乐 但是又有点带点人生探讨议题的感觉 三个女主角呢都非常的有个性 但是她们之间的情感呢 反而是最能够打动人的地方 它这部剧呢你要说它是个爱情剧 就非常的不适合 因为其实主要讲的是 这三个女子的友情和她们面对人生的各个客体 她们是如何相互主持走到最后的 其实也才短短12集 而且每集呢好像也才30分钟到40分钟而已 就还短短呢很容易就看完了 如果你有点时间 想要点开心的剧 那这部就不会错了 好那第10名呢就是这部 酒鬼都市的女人们 第9名呢是一部 也是年尾团掀起热潮的一部剧呢 这部剧呢就是Wonder Woman 双重人生 其实这部剧呢偏爽剧 你要很认真的去看待她的逻辑的话 可能会有点小痛苦对 但我觉得她算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喜剧 是一个看大媳妇去对她的那些很可恶的公公婆婆和一些财阀的家人的一部还蛮有趣的作品 那主演呢是由李和妮李向伦一起出演的 如果你想看很娱乐趣的话 那这部应该就真的很适合你 因为她的女主角是一个品行不良的女检察官 就是她是一个很有办法很有交际手腕的人 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而且还会打架啊 虽然有点可爱对 接下来呢第八名 这部呢应该现在还在安党中 对这部呢就是限政分手中 那频道上呢也有做这部的解析 欢迎大家去看 这部呢由宋慧桥张继龙主演 其实这两个人要出演这部作品的时候 真的是让广大的网友们开始讨论 哇两人是不是会很有CP感 果不其然照片一出来呢 真的就是让人非常的有感觉 那我觉得聚合他们本身前面的预告 是有点差距的 但是虽然她不是那种甜甜的恋爱剧 如果你想看一些有人生议题的剧的话呢 我会推荐你限政分手中 那她是一部比较偏向于人生剧的作品啦 其实我是认为的 然后这部的发妆照真的很厉害 宋慧桥从后到尾的造型真的是美翻了 然后张继龙呢 应该也不用说 她一直以来就是撑得起很多不同的角色 这次呢她是演一个自由目击的摄影师 非常的合适 好那第八名呢就是限政分手中啦 好第七名呢是一部奇幻剧 那就是大发不共产 那这部呢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因为主演是张娜拉和郑龙和 两人这些还蛮有火花的 就是两人对 对话的时候很有趣 对然后这部是一部驱魔剧 其实我一直以来就还蛮喜欢驱魔剧 那这部的驱魔呢很有仪式感 然后他们呢也有慢慢的讨论说 灵魂跟离别这件事情 算是每一集她都有自己的主题 因为他们会去接待不一样的客人 做不同的驱魔 然后他们驱魔的过程我自己也觉得很有趣 因为张娜拉是用定书机吧 在定那个灵魂的那个结界点 如果你还蛮喜欢驱魔剧的话 我觉得大发不动产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作品 第六名呢她很厉害她得了很多奖 那这部呢叫是怪物 蛮有耳闻的就是她比较沉重一点 她是由申和君吕珍九主演的 调性非常的特别 她有一种复古感 从配乐或是拍摄的方式上面 都有一种哀戚又悲痛的感觉 你很难说是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 总之就是编剧去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给我的感觉 那这部呢我也有做解析 你要说她很有娱乐性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她是真的很有深度 因为编剧她做了很深的田野调查 算是一部我觉得你想要看精彩的烧脑剧的话 是可以去看这一部的 好第六名呢就是怪物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我的解析啦 第五名呢就很特别了 她其实呢有点像是翻外篇 我没有想到翻外篇也可以上名字 真的是太厉害了 她就是哲伦王后的竹林篇 那哲伦王后呢就是一部非常有趣又带感的爽剧武装片 那她是由曾慧善金正贤主演的两人呢 哇真的很有CP感 她在看他们两人对话的时候真的很有趣 那竹林篇呢比较特别的是 她是在讲女主角还没有被穿越的时候 所以呢可以看到女主角和王在以前还没有正式结婚前的相遇的故事 然后她们有些配角呢真的也都很加分 算是一个今年喜剧上面非常值得看的作品 我想应该很多人都很有印象 没错 所以第五名呢就是哲伦王后的竹林篇 那接下来呢再讲的第四名呢是一部 今年真的掀起了不少话题的作品 当时在播映的时候真的是讨论度居高不下 真的是一反转又反转再再反转那种的作品 这部呢就是 是由李生姬李希俊来主演的 这部呢很适合喜欢去解谜去猜测剧情的人 因为这部有很多会让观众看到有点精神分裂的剧情 对 你会搞不清楚主角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那其实MOS呢真正在讲的一题呢是私行正义 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韩国有一些大新闻出来 所以呢导致很多韩剧都在探导私行正义 那MOS呢正好也是其中一部 那他的改写方法呢非常的偏激 我觉得这部剧呢算是李生姬的代表作了吧 其实我觉得李生姬演的这个角色呢是很难诠释的 因为他有太多一般人不会去经历的故事 好接下来的第三名呢我想应该是收获今年最多少女心的一部韩剧 他就是女神降临 那这部呢是由文佳音车颖又跟黄影夜主演的 我觉得这部呢真的是非常意外成功的漫改剧 因为他的原著作品我自己也有看 但是其实我看到后来是有点失望的 那这部的改编呢特色就在于导演将他很多地方都夸张化 喜剧化变得非常的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有时候李生姬已经笑到不管他的逻辑 但是还是可以很开心的看着这些主角呢在 呃你睡觉 所以还蛮有趣的 那这部呢我有做不少的解析 尤其是黄影夜饰演的韩淑俊 他的个人真度解析我也有做 欢迎大家去看 那这部呢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你喜欢看喜剧片 喜欢看少女恋爱漫的话 真的很适合看这部 因为这部其实我自己看了都很喜欢 就算他的故事只是一个丑女大翻身的主题啦 稍微的做一些校园化的改变 但是呢还蛮适合上班族下班回家很累很累 很想要有点开心 想要有点产生恋爱泡泡的时候呢 真的很适合看这一部 因为这部真的不管在节奏上 剧情上 或是在氛围的营造上呢 都是让你相当的满意 好第三名呢就是我们的女神降临啦 好那接下来第二名呢就是我刚刚说的 今年呢产生了很多私行正义的韩剧 那这部呢也是其中一部 而且呢他造成话题的原是因为 他完全遵循了私行正义 他就是模范基层车 那这部呢也是慢改剧 由李立勋李旭主演 这部我觉得他一开始最大的卖点就是 他完全是一个私行正义的方式去处罚犯人 所以他有很多痛快的点 让这些罪犯呢好像真的受到了处罚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有些犯人虽然犯罪了 但是进到牢里他们其实也受到了蛮好的待遇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他们不应该吃这么好 住这么好 甚至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等等之类的 因此呢这部剧的主题就是放在说 他们应该为自己的罪而付出相对应的罚才对 我觉得他的特点就在于 他整个模范基层车的系统还蛮有趣的 他们会主动去接触那些没有在法律上得到公益的人 然后去问他们你想要报仇吗 如果你想要去报仇 你就去用那台邮寄机去决定自己要不要去报仇等等之类的 其实我还蛮喜欢里面有个篇章 是霸凌的篇章 不要因为他们年纪小就觉得他们不应该有罪 不应该要去惩罚他们 反正因为他们年纪小正是一个矫正的时期 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才对 这是我其中还蛮喜欢的篇章的 好第二名呢就是我们的模范基层车啦 其实第一名我还蛮意外的 因为我本来以为会是女神将领 但没想到他竟然超越了女神将领 他就是非常搞笑的哲人王后啦 那这部呢真的是红到疯掉欸 主演呢是由孙慧善金盛贤来主演 那这部呢其实是改编了陆剧太子《非生之记》 这两部的大特点就是在于女主角 其实是一个男性的灵魂 主人王后呢就是一个叫做张凤煥的男子 他就意外的穿进了王后的身体里面 然后还意外的要跟王谈恋爱 他一开始觉得很困扰 但后来就慢慢的开始动心了 然后那种要动心 然后发现自己不该动心的瞬间 真的是会非常的好笑 那我觉得这部的舆论性就真的很高 那你要说他探讨议题呢 虽然议题没有很深 但是呢也不会说完全没有深度 还算是一个我觉得在搞笑娱乐 跟探讨议题上面 都达到蛮平衡的部剧 好啦那第一名呢就是 不知道大家的心中前十名是谁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也很好奇你们的前十名韩剧 会是哪几部剧 好那以上呢就是 Friday影音上面呢 他们拥有的韩剧的前十名排名啊 你们看过几部呢 我好像全都看了欸 对我每部剧都可以讲出什么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这部剧的话呢 我会在我的影片说明栏里面附上 连结也会附上这部剧的解析 欢迎大家 还没看到那部剧 就去看到那部剧 还没看解析的就去看我的解析吧 我的每部剧解析呢 我也都很用心的去做了 希望我们明年呢也可以看到很多 打动我们心 然后为我们生活加油的韩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是竹琳 掰掰 在2021年的12月26日前 在影片下方留言你今年最喜欢的三部韩剧 并追踪Friday影音的IG 就有机会抽到 Friday影音14天免费唱和序号哦 快快留言吧